我們會推出短期的措施 舒緩基層市民的壓力 我和財政司長商議之後 我建議在明年 為全港70萬公屋的租戶 代繳兩個月的租金 涉及開支是19億元 第二 向領取縱援 高齡津貼和雙殘津貼人士 發放相當於一個月的 標準金額額外的津貼 涉及開支是超過19億元 政府在短期 食物援助服務裏面 為有需要的人士 提供了即時和直接的支援 我們稍後會向立法會申請 動用以預留的一億元的撥款 延續改善這個服務 包括增加食物的種類 和供應新鮮的食物 社署會密切地留意服務的運作 如果有需要 政府可以再增加另外一億元的撥款